哈囉我是Pierce 今天我要來整理我的 老狼前叉 那在上一集我是整理好了我的輪組 就是我把輪組分解之後 重編了一次這樣 所以輪組那部分 基本上已經算是完成了 那緊接著輪組之後 我就是來弄我的前叉 因為前叉的部分 算是我第二想快弄好的東西 因為這樣我就可以趕快把輪組跟車架 把它要組合起來 然後在初步組裝之後 我很多東西就可以開始在車上慢慢進行 那我這組前叉基本上它沒有什麼壞 功能都算正常 就是需要稍微整理一下這樣 包括這個漆面 我真的覺得這台車最棘手的 真的就是這個漆面 因為像這樣子 鋁氧化之後讓這樣騎凹凸不平 這種東西根本幾乎全車都是 不過還好啦 我這樣算下來 這邊應該算是最後一個 因為就像上一集一樣 我那個野狼Case不是也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那個角度太麻煩了 所以我打算把它送去華哥那邊做噴砂 然後直接烤漆 那像這一個的話應該就不用了 因為這個形狀 我用砂輪機應該可以除得掉 所以這個到時候除一除啊 我這邊就直接上漆了 然後裡面的前叉油 我也會把它換掉 因為這個一定得換 這個超軟的耶 你看像我這樣用手喔 就已經非常的軟Q了 所以這個前叉油啊 基本上算不行了啦 反正到時候就把它換掉 因為我有 然後再來這部分的話 對就是除袖 然後我這邊想要做一個小小的修改 就是我要把這個龍頭鎖把它鋸掉 因為我覺得它實在是沒有存在在我車上的必要性 而且我覺得這邊多一塊真的很醜 而且說真的我覺得鎖龍頭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人家要你的車就直接搬走了啦 而且有時候不鎖龍頭啊 人家要以車禍擋到人家什麼的 人家也比較好牽 所以其實我個人我很不喜歡鎖龍頭 也因此 這個東西我等一下就會直接把它鋸掉了 然後再來上面這部分 這一塊也是 也是到時候直接把它除袖除一除 然後直接重新上漆嘛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忙的事情其實沒有很多 總之我今天就先把前叉處理起來 然後等一下看如果影片還有一點時間的話 再想一些別的事情來說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一開始啊 我就會先把這一片拿下來嘛 但是要拿到這一片的時候 我就會解開這一個了 這兩顆螺絲 因為這跟狼船的真的完全不一樣 它這一個除了是前叉的頂部螺絲之外 它還有固定上三角材 所以假如我這個螺絲一拿下來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油了 也因此在拆上三角材的同時 我就打算把裡面的油全部都卸掉了 到時候直接把它倒出來就好了 到時候直接倒出來就好了 好臭 這個味道有點妙 好臭喔 我記得前叉油不是這個味道 是怎樣 有東西死在裡面嗎 對 那像上三角材就拿起來啦 而且不得不出我覺得 老野狼的上三角材 真的看起來讓人很沒有安全感耶 如果你說狼船的話還好一點 狼船它至少是一整塊的 像它這個真的是鐵片而已耶 你們有看到嗎 嗯不知道 反正這台沒有要改 這台也沒有要幹嘛 這一塊就直接把它留下來了 不然到說如果要改掉的話 連下三角材什麼的都要換 我覺得挺麻煩的 好 那就把油都倒出來吧 那我剛剛已經初步的漏了一下油 然後兩隻前叉加起來的油大概200cc 這很明顯是不夠的 因為我記得狼一隻至少要160吧 160至180左右的樣子 好像啦 那剩下的50cc可能在前叉內管裡面 不過沒關係反正那個到時候都要拆 因為我要把裡面都洗一下 這個油真的都太髒了 你看這根本是墨汁吧 而且好臭喔 OK 那我們就繼續拆吧 對啊 那基本上已經分解到一個段落啦 那我已經把三角材的部分都已經分開了 這個到時候再弄沒關係 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拆前叉這邊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老狼的前叉下面這邊 跟狼船的設計完全不一樣 而且說真的我看到這種設計就覺得 滿蠢的說真的 我已經有輪軸螺絲了 然後你還用這種固定方式再加 然後再鎖兩顆螺絲 然後這兩顆螺絲又往下嘛 所以很常會碰到水 這個一定都超容易生鏽的 像狼船那樣子不就很好嗎 就不用再另外裁這兩顆了 就一隻弄到底就好了 對啊 你看 這兩隻是鏽得超厲害的 我這台野狼已經沒什麼鏽了 你看這兩隻螺絲已經鏽成這樣子 那何況是一般的野狼 對 那我把這兩個拿下來之後 我就可以看到前叉外管固定螺絲了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內六角的衝擊 來助正一下啦 好 那就電動起子伺候 小字不行耶 沒關係 我們請大哥出來 誒 進去了 誒 進去了 好 那命來 真是的 馬上就下來了 還是大哥厲害 大哥你叫都沒叫一下 就下來了 然後他就可以很帥氣的分離了 嘿 耶 對 想不到吧 老狼的前叉 構造就是跟野狼的不一樣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就分開了 好 然後在拔出來之前 等一下 那我們前叉拆到這邊 也算告一個段落了 而且我是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老狼125的前叉構造 跟狼船的不一樣耶 反正這隻裡面就洗乾淨就好 最主要是這一隻 這一隻現在這樣子就很好洗 就不用再跟狼船一樣 還要再裝那個很難裝的彈簧 因為有拆過都知道 那個還要再 你還要用力壓 然後再轉 然後沒轉到它會又彈出來這樣 那個我覺得挺麻煩的 我裝過一次我覺得不好玩 總之就把它洗一洗 那一般大家來洗這個 通常都是用柴油啦 當然你也可以用煤油 但是我個人不太喜歡用煤油 因為我覺得煤油有點太利了 而且再加上最近油價那麼低 所以我特別去加了酒吧來洗 沒有為什麼 就是因為汽油很便宜而已 而且我覺得汽油比較好洗啦 當然汽油它畢竟危險性比較高 所以當然你在洗的時候 就是不要在旁邊 北蘭在那邊抽菸什麼的 就還好啦 不然我覺得汽油真的滿好用的 而且大家應該會覺得 這個品質很熟悉吧 對 就是那個時候 我拿來發動野蘭的那一瓶 不過這個已經用到快沒有了 我到時候再去把它加滿 然後再洗一洗這樣 對 那因為在洗的時候手都會弄得很髒 所以那一部分我就不拍了 所以我就直接跳過吧 好 我已經把我的前叉都洗得差不多了 裡面已經清潔溜溜的了 這個也是 這個裡面也都洗好了 然後現在這部分的話大概就是把漆磨掉 然後上漆 基本上這部分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想要先來處理這個部分 我想要先趕快把這個切掉了 切掉之後 因為這兩個東西都還要除鏽 你們應該說這些東西都要除鏽 就是用我之前那個方法 我打算把這些東西全部都丟進去處理裡面泡 然後這樣子我 明天早上來 這些東西已經全部都乾乾淨淨了 然後會是可以直接上溪的狀態 所以我打算先把這邊先弄起來了 那現在就是有請我最愛的工具 嘿 我的砂輪機 喔對 然後菜也忘了 在鋸之前啊 我要先把這個拆掉 就這兩顆螺絲而已 這應該用沖機其實就可以把它拆下來了 然後就可以跟龍頭手說掰掰 欸 好 拆下來了 有沒有人要 要的在下面留言 我免費寄給你 運費上來擬出啊 好啦 搞定 好 那現在就是準備 把這些東西全部泡到處理裡面去啦 哇 剛剛好耶 好 OK 那這邊就搞定啦 現在就是等了 等到明天這些東西就全部處好秀了 然後就可以直接上溪 那自從我開始上一些 關於野狼的一些影片之後啊 其實有蠻多人的啦 會私訊來跟我問說 前叉那一管上面生鏽該怎麼辦 有沒有 就是這裡 那其實不只野狼啦 只要是擋車啊 這邊其實都算蠻容易生鏽的 因為畢竟它有外露嘛 然後生鏽的就很醜 像我啊 我就很討厭這邊生鏽 那其實也沒什麼根治的方法啦 唯一一個能夠根治的方法 大概就是你改道菜了啦 改道菜之後因為 欸 對 這邊就不會再生鏽了吧 因為根本就沒有這一段了 好啦 那言歸正傳 其實那邊生鏽啊 也不算太難處理啦 然後我看網路上是有人說 可以用拋光膏 對 就是像這種拋光膏 好像說拋光膏可以推得掉 但是說真的啊 因為我個人真的比較懶 那像我啊 我都是直接拿砂輪機 然後再配這個羊毛輪 再配青土這樣下去處理 我跟你講這樣真的超快的 我現在就來試給你們看 那你的前餐內管原本是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生鏽 然後在火爛打跟青土的幫忙之下 你的人生又再度完美了 是否好用 對 基本上我都是用這樣去清的 而且像野狼這一段我記得是外露的 其實 我記得我之前處理過 就是直接在車上 用火爛打加羊毛輪 也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把它處理起來這樣 這個東西就是這麼好用 不過有看上一集的朋友 應該就會記得 我那個時候不是有說 這一顆羊毛輪已經GG了嗎 其實它已經沒什麼切削力了 不過說真的拿來除袖的話還OK啦 但是如果你近開一點啊 它其實上面還是會有很多 很多很細小一點一點的東西沒有被削下來 所以等之後買了一個新的羊毛輪啊 這一隻應該就可以打得更亮了 所以我們這一隻就先放到旁邊去吧 我們就先來處這隻的漆了 不得不說啊 我真的很喜歡用火爛打 如果哪一天有人問我最喜歡的工具是什麼 我應該會毫不猶豫的回答 火爛打 也就是殺輪機啦 對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每次在用殺輪機 不管是在切啊 還是在拋光 還是在磨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真的都覺得滿療癒的 我真的滿喜歡這種感覺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病 很好 非常好 我已經把我的內管磨得差不多了 現在已經準備把膠帶貼一貼 然後就可以上漆了 不過也就在這個時候 繼羊毛輪之後 我又發現原來我的銀漆也用完了 天啊這兩天到底是怎麼樣啊 缺東缺西的野 對因為我這個內管啊 我不想要把它噴黑色 我想要把它噴銀色 就是它原本的那個銀色 我覺得這樣搭起來味道比較對啦 不過現在沒辦法了 我知道我可以去小北百貨買 因為小北百貨是24小時 但是就代表我還要出門一趟 而且現在說真的時間也不早了 而且噴氣怎麼了 反正你們上一集已經也看過了 總之就是把這個貼一貼嘛 然後把它丟到我的烤漆爐裡面 對就是它 把它丟到我的烤漆爐裡面 然後等它乾 就這樣子 後面應該也沒什麼了啦 只是今天比較殘念的是 就不能把前叉組起來給你們看 不過沒關係 我們到時候啊 把前叉還有三角台 然後連我們輪組之後一起組上車 到時候再給你們看 而且那樣子應該也會比較帥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就先坐到這裡吧 對啊 雖然有點殘念啦 不過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吧 剩下的東西其實也沒那麼重要了 反正就是噴氣什麼的 那個我就再自己弄一弄就好了 我就不拍片了 等全部組起來的時候 再拍給你們看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跟分享 如果你們以後不想透過 我繼續整理這台野狼 翻新這台野狼的影片 請一定要按下訂閱鈕好嗎 那先這樣囉 我是Pierce 我們下次見 掰 我應該要卻 Om